总统赖清德日前在就职演说上喊出了两岸互不隶属 对岸对此强烈反弹 中方也持续的加大军事侵扰的力道 不只发动了环台利剑军演 共机更是直逼我国的临街区 国防部监控29号更有三架次进入了我国北部应变区 研判共机恐怕已经突破了24海里 逼近了我国领空 等同于在台北20多海里外侵扰 可以说是逼近了大台北 那么这样的行为也对我国的空防产生了极大的压力 520政权才刚交接 中国共军就发动环台军演 攻击老台力度也不断加大 不只天天清门踏户 更在逼近我国24海里临街区警戒范围 国军公布最新监控数字 29号到30号清晨 38架次攻击老台 其中就有28架渝越海峡中线 虽然上头只表示距离基隆最近39海里 但国防部却提及 有三架次进入到我国应别区内 沿派攻击恐怕已突破24海里临街区 只比我国临海领空 但同于在台北20多海里外侵扰 也将是史上最近一次 对岸文攻武嚇全冲着总统莱清德就职演说而来 而没对莱总统喊话两岸互不隶属 中国国台办也发生反制 中方提出三不两必须谴责台独主张 陆委会这头也颁出数据回击 8成以上支持总统呼吁中国 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制度的不同 所以造成了我们在方方面面 方方面面的困难 我希望这个中共方面能够理解 吸引政府坚定捍卫国家主权 却在挑起中方敏感神经 两岸几战关系 依旧是赖政府最棘手课题 解台北最后报道